女裝業者祭出了百萬的合約 要挖掘校園美女 當網拍的model 不過出席這場活動的 宅男女神袁艾菲就自爆 其實剛出道的時候 曾經被騙了兩萬塊錢 呼籲想要成名的妹妹們 真的要睜大眼睛 白編女神袁艾菲 舉手投足 展現自信 從模特晉升偶像劇女星 這回更肩負重任 替正妹選拔擔任評審 很爛很正 他們並不是這次網模的重點 因為其實網拍model 他就是比如說穿了這套衣服 會讓一般的女生看到 覺得哇 眼睛亮 早在學生時代 雲艾菲就靠著當model 辦公辦讀 賺學費 自爆也有被騙的慘痛經驗 兩萬酬勞拿不回來 他們就不付你錢了 所以就還滿常被騙 然後每次我要 記得我要出門的時候 我的那個母親就非常緊張 就覺得說女兒要去哪兒 我說我今天要去拍一次 她就說該不會被騙吧 會不會叫你穿奇怪的衣服 或是會不會就是要拍你的裸照 全台十大網拍model 擁有四百萬粉絲 搶真一兆元的龐大商機 二十二歲的展覽女神 Cindy出道不久 就擁有二十二萬粉絲 其實我本身呢 就是一個很愛網購的女生 然後是買買買買 買到之後變成了網拍model 不是穿的蠟就是美 黑社會妹妹出身的Kobi 頂著期末十三機頭銜 分享穿搭哲學 很想買的 可是又覺得她的價格 可能會有一點猶豫 或者是不知道該不該下手的時候 我會先離開 評價易當道 去年締造25億營業額的網購品牌 就會砸下百萬 挖掘超級名模 只要你選到第一名 我們會提供你一份 百萬的工作合約 校園美女平本勢站出來 還沒出社會 就有機會賺到第一桶金 中文財經新聞 江森和黃布巷太寶导 中文財經事件 請訂閱 請訂閱